美国和英国最近发生这一件事情比较尴尬,因为美国为英国下一代核潜艇设计并制造的弹道导弹发射装置,被英国人发现存在焊接缺陷,英国,大哥,连我也坑啊。 美国,兄弟,纯属意外,导致的结果就是,英国下一代核潜艇建造项目,可能会因此事而被延期,2013年12月16日,英国国防部首次公布了出了为英国皇家海军设计的下一代主力核潜艇无畏级无畏,好核潜艇的初始设计图,从公开的资料上可以看出, 无畏级和潜艇采用了全新的X型尾舵和海浪阻力更小的翻照设计,这样设计的优点是能够最大限度降低潜艇本身产生的噪音。 除此之外,无畏级和潜艇的排水量,也超过了其潜尾级和潜艇,达到了2万吨,可能是维护和使用上的方便吧。 无畏级同潜艇级的维护设施,具有很高的兼容性,简单对比,无畏级要比潜艇级先进得多,先从建造技术上来说,在整个潜艇还没有开始建造之前,无畏级和潜艇就已经采取了全新的虚拟设计技术,也就是说只剩下开动建造了,之前什么地方需要什么样的螺丝钉都已经提前虚拟模拟好了。 另外,无畏级和潜艇整艇和零件的设计,都全面采取了计算机三维软件,虽然这些会增加潜艇初始设计阶段的工作量,但是最终这种生产模式的好处,是能够极大的减少建造时间和资源浪费,因此,和之前浪费的那些时间比起来,就相当值了。 其次,无畏级模块化建造理念相当强,首艇无畏号将模块化装备的思维贯穿到全艇,全艇按照仓式被分为几个模块分别设计,除了这些以外,还有纯电推等新技术,都被应用到英国最新的无畏级潜艇上了。 我们都知道,英国是被世界承认了五大有核国家中,唯一仅拥有一种形式核武器的国家,很好奇为什么英国这些绅士们不搞陆基核力量和空基核力量,军事评论员古火亭认为英国人不像那么大费周章,搞那么多核力量的原因,就是他觉得自己用不着。 对于国家安全来说,实在不行了,又美国老大哥和整个北约在前面挡着呢,也不怕谁来,所以,何必费事去发展,那么多的核力量呢,只搞好一个就行了,像是人证明我英国也拥有核打击力量,那就是前射核导弹,英国人应该算是五大国中最消极的了, 其他四大有核国家一般都会同时拥有陆基、空基、海基三位一体和威慑力量,像美国和俄罗斯那种连三位一体都不满意,还想搞四位一体,所以对英国来说,搭载前射核战斗部洲际弹道导弹的战略核潜艇,就是英国最后的,也是唯一的镇国利器,如果英国人连核潜艇都失去了,那大英帝国的余晖就彻底没有了。 其实,随着前射级的老化,英国人早就有更换的意思了,奈何英国才,正实在是囊种羞涩,一直拿不出钱来,所以就一直拖着,直到2016年,经过近十年的政治角逐,估计英国议会和英国政府都已经很累了。 为了英国的未来,英国议会下院,终于通过了英国核武器的更新计划,这才意味着已经服役近三十年的前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终于有了新艇替换安排。 可是谁能想到,美国人会在英国人建造新潜艇的路上干这样一件事情,英国人能不生气吗? 据悉,无类集合潜艇与前卫集合潜艇一样,都采用的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三叉级潜射级弹道导弹,所以其弹道导弹发射装置由美国EWX技术公司生产,之前提供给前卫集的没毛病,没想到却在无类集上出事了。 如果核潜艇的发射装置无法使用,也就是说不能发射导弹了,那就等于说战略核潜艇最有得设立的武器潜射洲际导弹被废了,这样的核潜艇也就成了没牙的老虎,没有什么可怕的了,这件事情倘若处理不好,恐怕英国皇家海军的脸面都要被丢光了,关键是前期投资额空前巨大,这点也是一会迟迟不批的原因。 所以,堪称大国底牌的战略核潜艇项目掉进坑里,据悉英国皇家海军自然极为火大,已经成立专门团队对事件进行调查,不知道美国方面准备如何应对,历任WT。 对 instinct最有任何人照发 land自然极为火大,对他长得更多草之的 antibody的灼 Face,匀消息美国密切除的忙碌 ины,这些脸外在竞艇海农远觉得并 Bird Grandpa对东方但工作相隔厉害要他们干净回来,那么不YN容易有能量的命令到过与指定商战略核潜描球依然被优移一の总体役为噶的转生架 你是如何对好合五地预算 Desktop ş Singapore